大家好,欢迎来到霸财 6月6日恒生指数公司发表网民指出 从多元资产的角度来说 目前恒生指数对于历史的估值来说是处于一个低位 现在的估值对于全球的投资者来说具有强力 并且目前来说 香港股市的估值为预期盈利率9.2倍 低于五年平均的一倍标准差 所以跟往年来说 目前股价的表现是需要升多一倍 才能达到往年的业绩标准 所以现在的恒指来说是属于低估的情形 是什么原因令恒指低估呢 事实上美国领域的预期是股市的重要驱动 尤其是对利率敏感的行业 目前来说 美联储不断加息 会令到所有的资产来说是处于一个弱化的阶段 除了美元指数 另外一个角度 由于美联储的一个加息的一个幅度 和跨度来说 已经渐进入一个相对的顶部 或者面临这个底部的武器院的时候 一旦停止加息 或者进入这个减息的状态 行动指数有机会大幅飙升 因为目前的这个估值来说 是预期次同里的一个低估的状态 现在来说我们就关注美联储加息方面的消息 好 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